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你先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为什么会进剧校去学精细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你好像从小其实学很多的才艺 对 我妈妈让我学了很多相声 广播营 芭蕾 书法 作文 演讲 音乐等等的 你学芭蕾 对 古典芭蕾 而且要先选身材才能进去开始学的那种 所以其实你真的学很多 你应该没有暑假吧 没有寒暑假 对 我寒暑假都被这些事情填满了 当然也有夏令营或是冬令营之类的活动 然后其实我会进剧校其实是源自于我母亲的一个概念 因为她觉得有一技之身比较重要 有一技之常在身 那我觉得芭蕾舞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胸腰颈椎立直的一个感觉 然后你要很挺这样 对 要很挺 那这个东西就平常放松的时候就这样啊 对 在京剧里面如果说我今天要演一个就是知道什么二号 就是惊讶的状况就可以掌声往上拎 然后觉得这个消息实在太让人悲伤了 往后叹一口气 那个胸腰再下去 就会赋予这个角色不一样的情绪 你的身体每一块肌肉都在演戏耶 挺直了 对 然后有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经过这些肢体上的训练 同时其实也在让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 就像大陆老师就会说 你就算背对观众你也得背游戏 就是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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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就是你觉得难过或是你觉得美 就是肩膀脖子跟这个腰还有臀 其实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线条 去呈现那样的情绪 即便背对观众 是 连头发都要会演戏就对了 头发可能又没办法 金剧的头发会演戏 因为金剧演员就是他在譬如说凄惨落魄 或是特定的行当角色当中 他会有一个东西叫甩发 应该说现在长长的马尾 但是他的绑的点在上面的黄金点 就是那个国具甩头这样 对 所以他就可以借由这个甩头发的状态 各个不同的面向跟甩发 表现他的情绪跟他的心情 可是当初你进剧校的时候是几岁 你家人都很赞成吗 除了妈妈之外 考进去之后是五年级开始 然后我考上之后呢 其实我的姥姥不跟我妈妈讲话两年 这么严重 因为她觉得学习太苦了 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吃苦 那可能在那个时候 我的年代可能还赶上了一些 就是可能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 所以把小孩送到剧校去 然后很有趣的是我进剧校是因为我妈有一天看到我在看当时的《举光原地》 然后《举光原地》那时候都会播放金剧的片段 或者是全本的 然后如果是全本的话可能就会隔周播 就是上下集这样 然后我妈妈看到 我还记得我当时看的是郭小庄老师的《红娘》 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典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看电视的那个画面 但我还有记得那个一些表情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 奇怪 你在看什么 然后就看到电视上在唱 她就想说大概过十分钟再来 这小孩就已经在做别的事情了 对 没想到你很认真 然后她再回来看她就觉得我把她看完了 然后后来她还跑来问我说 你刚刚看了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啊 然后隔周还记得说妈我要看那个《红娘》 这个孩子跟精细很有缘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妈妈就想说把我送到剧校去做训练 然后如果能够学得一技之长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小时候看到电视上面的歌仔戏 我爸爸那时候参加那个摄影比赛 常常会去什么公园帮我拍照 然后因为小时候支气管不好 我妈妈常常会拿一个丝巾帮我围在脖子上 不要受害 对 然后小时候就想说 我爸在拍照旁边有那个 有点灶景的那种流水 然后自己就在那边 然后我爸就觉得 你到底在干嘛 我说电视上都这样 这孩子有天分有天分 可以送去读书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姻缘啦 然后 可是你那时候考进去的时候 你真的知道剧校在做什么吗 其实不知道耶 然后我最记得我那天考试了 跟我妈的对话就是 我们那一届选的是国剧科跟剧艺音乐科 剧艺音乐科就是举番 金剧音乐跟国乐这样子的类别 然后我考的是国剧科 然后我记得在等号的时候我还说 妈 国剧科是干嘛的啊 然后我妈就说不知道 就可能叫你唱歌跳舞的吧 所以我就说喔 然后校长口 我来歌唱比赛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开心 哇 我来学唱歌这样 小时候之前其实当歌手 然后考试的时候 这个校长口试就说 你可以唱个歌来听听吗 他们可能想要听你原本的声音 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姥姥住院了 然后她已经就是 就是老人痴呆了 她也不认得我 那那时候刚好在排这个戏 我就在她耳边 轻轻唱给她听 然后我都会在耳边跟她说 然后小玲唱得好不好听啊什么